周一到周五 歡迎鎖定新聞大白話YouTube頻道 為你帶來最新的政治解析跟大學風向 3點19分 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現場 李嘉芬上禮拜他們的農舍 發生直升機帶他們農舍附近裡面繞繞 這畫面可以看出來這直升機小小的一個點 好像蚊子一樣在那邊飛 後來發現說他怎麼會盤旋在農舍上面 而且這個時間好像大概至少拍了 兩三分鐘這樣一個時間 可是說訓練 說演習 也沒有看到人降下來 也沒有看到有任何收舊的這種動作 所以看起來大家就很疑惑 說難道怎麼會動用國家機器 來查這個李嘉芬的農舍嗎 所以當初拍到這影片的人 他覺得非常驚恐 怎麼會有直升機 可是如果你說要拍照的話 其實現在的科技來講 空拍機好像比較方便 直升機其實反而拍不到什麼 還是說你要的其實不是拍照 所以大家馬上有這樣的疑惑 不過軍方已馬上解釋了 有提出一些解釋 那在軍方解釋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不只有直升機 還有照相機 就是記者他們要去拍農舍的過程中 可以看到這個記者他拿了這一個棒子 然後拿了這個相機 用這樣的方式來拍 這個牆內當然已經算是 李嘉芬他們私人的土地了 用這樣的拍算不算騷擾 後來才發生說用工人 好像有疑似灑水 噴水的狀況 所以不只有這個照相機 直升機 其實這種程度都讓人家覺得 已經騷擾到李嘉芬他們家裡面了 那林嘉芬說這個影片 從這個影片來看的話 這個直升機徘徊至少兩分多鐘 剩下的重複的來回更多 那一個合法購買的房子 然後也配合政府來界定 也說要願意用所有的方式自費 而且最快速要把它積極改善 那也沒有被檢舉就自我改善 那你到底還要怎麼樣 只要跟韓國瑜有關 你難道都要用這種方式 用這種方式來對待他嗎 那我們的國家到底發生什麼事 韓國瑜第一時間被問到這事情 他也很驚訝 他說有人問他說 你們家農舍上面有直升機 直升機 他問說是軍用直升機嗎 然後記者問他說 目前看起來 疑似是軍用的直升機 韓國瑜就很吃驚 他說那為什麼要調軍用的直升機 去看我們家這房子 這太奇怪了吧 這個要查清楚 後來當天空軍司力部 就發布了一個聲明 他說這個報導所述的飛行區域 是救護隊平常用來做例行 救護訓練的空域之一 長期以來就會在這個地方 執行各種救護訓練 來因應各種類型的 搜救任務所需 那這個月在這個地方 執行任務已經有 十多個架次的飛行訓練了 不過最新的一個消息 是國務黨立委陳學勝 他發出了一個聲明 他說軍方他們最主要的任務 似乎不是這一種類型的救護 而且如果你要做救護的話 一般是在海邊來做進行吊掛 或者是在高山上面進行吊掛 怎麼會在這個地方 他們家附近是丘陵的地形 而且那直升機在飛的時候 也沒有看出他有做任何救護的動作 所以陳學勝已經發了一道 要求國防部好好的說明 而且要把相關 既然他們說過去已經有 十多架次的這種訓練 那就把所有的紀錄都調查出來 還是說到底有沒有針對這一次 所以這個問題到現在 還沒有獲得真正的圓滿的答案 好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林嘉欣 他最近也講說農委會 他們說有一個最新的創舉 就是以後這個香蕉案 不管他是欠收 或者是種太多 大豐收 造成他的價格有波動 沒關係 你只要加入農委會開辦的香蕉保險 以後都會有價格保證 為什麼選香蕉 因為他是最大宗的水果 扣除這個檳榔不算的話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 高高頻他們這個地方 是種香蕉最多的地方 所以他們第一波 也是鎖定高高頻 所以農委會很高興的宣布 從10月就要開始開賣了 是台灣農業史的創舉 第一次開辦香蕉收入保險 不管是市場崩盤或者天災 都會保證有一定的收入 選定高頻地區 包括高雄市旗山美農 大寮還有屏東的高樹鄉 離港鄉試辦一年之後 試情況再推廣到 其他類型的水果 從今年開始 10月可以開始投保 到明年3月 保險的時間就是明年一整年 在110年的時候 會來合計整個 該不該理賠的狀況 預估目前試辦的農務 有3000多戶 面積是2000多公頃 不過雲林農友林佳新他是說 現在民眾都跟高雄市喊話 要高雄市政府補助25% 可是像屏東跟高雄 他們投保率 屏東居然只有4% 高雄只有1% 其實我不知道佳新 這個部分是怎麼算的 可是他是說 現在這個投保看起來 就是很不吸引人 搞到後來 政府都已經補助高達75%了 還是只有4%的人去投保 那這個問題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現在視訊連線到 雲林的榮雕林佳新 佳新你好 嗨 夭超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佳新可不可以先講一下 這個所謂的香蕉保險 你說投保率只有4% 高雄只有1% 怎麼會這麼低 中央這個政策真的好 冠行一次性的大補助之大 大補助就說這農業保險 我們說的金銷不一樣 當然從事農業有風險 不是穩穩不可以 但是我們政府想要的應該是 怎麼讓農業走上正常的軌道 跟智慧化發展 能跟國際接軌 但是我們的農業很可惜 丟出了一個農業保險 希望各縣市配合 農會補助50% 屏東縣配合再加碼25% 等於75% 結果投保面積只有4%多 這代表上這個保險本身就是有問題 這保險本身就有問題 為什麼 我們大家老實說 這是用我們納稅錢 投資我們農民嗎 還是補助 大家想一下 正常的保險行業 應該有它行業的生育規矩 包括帶一點利潤 但是中民雅第一點 保險公司不想理國家 所以國家必須用國家稅金來補貼這一塊 那為什麼農民還不接受 我跟大家講一句話 亂語充數條件太多 我們應該走上正軌 怎麼讓交農得到安定的保障利潤 例如說我最近看到希臘 希臘大家都誤會 或許希臘國家已經出現財政危機 但希臘這個國家的香蕉產業 竟然凍逐在溫室內 而且有一套SOP 怎麼生長什麼行銷 都是供不應求 這才是一堂子 我們台灣是供過於求 你在怎樣的 千染災害保險制度之下 能保障農民到什麼程度 條件嚴苛 第二項 我們落入的本身 當當時不一定 不一定產主的跟我們配合 在玩意保險 所以很多承租戶 他冒著很大的條件 充斥太嚴格條件 他根本沒資格去投保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一直沒克服 只是變本加烈 想到大補助 當然農民不對意配合政府 屏東縣政府 民進黨的 中央民進黨的 有什麼屏東搞四扒外投保率 大政府就該好好想一想 這個政策有你說的正好嗎 嘉欣 那還有前面一個問題 就是講那個直升機 禮拜六的時候 加芬姐的農舍上空 有這個直升機在盤旋 那軍方是說 是所謂的例行的訓練 可是現在也有國民黨立委 跳出來 他說那個地方是丘陵 也不是沿海 也不是高山 然後你們拍到的影片 也看不出有任何所謂的 救護演練的動作 那你這到底怎麼回事 有沒有空降一個吊盤下來 沒有 有沒有在我們說的 卡卡 山谷還是卡波 那是一般的正常演練 該有的季節 雲林縣有他演訓的季節 大家不要真言說這些話 國防部真的是國防部 那快步真大 任何事情都敢跳出來公開扯謊 我請問一下國防部跟我們觀眾朋友 你們住在農村 住在鄉下 哪時候看過直升機 金融直升機在上空盤旋 哪時候看過 你們敢嗎 針對韓國瑜就針對韓國瑜 不要假掰說再做演訓 搜救訓練 我再請問一點 非的地點剛好在兩個里宅中間 不是同一個地點 就在兩個地點中間 這樣夠了嗎 加欣 那當初拍到影片的人 有沒有心生恐懼或者害怕 拍到影片的人就是小地方人 我認為驚訝 為什麼我們國家 我第一時間聯想 這不是輕型機 這是重型機 一定